多謝老科基金邀請我來講這一堂書 我覺得很有意義 首先很開心見到這麼多病人 開始對老科的病人開始著緊 剛才我見到很多朋友發問 都問了很多尖銳的問題 其實這反映到 我們很多老科的病人 其實很多病人都認知不太清楚 很多病徵你都不知道是否有問題 其實這正正是老科病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病可以很嚴重 病徵可以很重要 亦都可以很輕微 很多時候就算你問醫生 我們有時都一時三刻 是解釋不到給你聽的 或者我們都不能夠肯定 是否真的有事還是沒有事 我們很多時候要跟進 譬如今次看你不知道是甚麼事 但似乎不是重要 但我可能要多看你一段長一點的時間 可能要再覆診 或者要做一些再進一步的檢查 才可以知道甚麼問題 很多時候 我們會跟家庭科醫生做一些很好的合作 他們會幫我們跟進 他們覺得有問題的時候 就會轉介病人給我們再看 我們再看之後 看看能否搞得好 搞不定 我們就會再去做一些檢查 所以剛才有位病人問 我看了私家醫生 他說我沒有事 我需要看專科醫生 其實兩方面都可以 你可以去看專科醫生 你也可以再跟你家庭科醫生 再詳細談談 說出來自己擔心 看看他覺得有沒有需要轉介 你去看專科醫生 如果你覺得有需要 我們隨時看你沒問題 好嗎 我最主要就是講中風 其實我們在公立醫院做的 其實甚麼科都會看的 但我們就會 每個醫生都會對一些病人特別有興趣 想做多些深入一些的研究 我今天就主要想講中風有三方面 我們都比較有少許突破 第一就是我有一個口號 譚少用兵 我就說對抗中風很重要的口號 你們一定要知道的 如果你今天 其他醫生的東西你忘記了的話 都要記得這一句 譚少用兵 第二就是關於心房戰鬥 因為最近我們有一些新的藥物 可以大大幫助這個病 還有一個頸動物嚇窄 這是我自己特別著重的東西 雖然不是很多病人有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也要知道自己 如果你有中風的話 你的中風的原因 關不關頸動物嚇窄 因為現在治療也有很多選擇 首先對抗中風譚少用兵 這件事我們最近經常都說 為什麼呢 因為這幅圖 跟蠢人共事很容易有心臟病 這個呢 我想也是真的 因為會經常激傷 第二件事就是 心臟病一直以來 過去的一百年 我們有很多研究 很多資源放進去 為什麼呢 因為它很重要 它會用你命 第二就是它很辛苦 當你有心臟病發的時候 真的很激心 還有你會很痛 所以通常呢 你很容易知道自己有心臟病 醫生也很容易診斷你有心臟病 所以過去的一百年 是有很多事情去做到的 現在我們醫心臟病幾乎就醫得很好 但我只覺得我們忽略了中風 其實中風也是一個很嚴重的病 其實呢 根據世衛組織的研究 就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就是一個六分之一的數字 就是說 其實呢 每六個人之中 有一個人 全世界來說 最終是會有中風 是嗎 這就很重要 第二就是說 如果你計算第三世界 那些貧窮國家來說 基本上每六秒鐘 就會有一個人中風 都幾誇張 我當然不是說在香港 香港如果六秒鐘 就有一個人中風 我們就大件事 立刻 不會有人住在香港 是嗎 那麼 中風呢 亦都是這個 在現代社會來說 第三 或者第四的殺手 視乎你在哪個國家 你在中國大陸可能是第三 你在香港可能是第四 是嗎 但是 我們經常說 我們不是說生同死那麼簡單 很多人說我不怕死 是嗎 最低限死得有意義 但是呢 中風呢 它最主要不是 會拿你命 它是呢 令到你有一個缺陷 是嗎 如果你撇開了 交通意外 工商那些 其實中風呢 就是一個 成年人來講 是最大原因令到你傷殘 令到你失去 失去一個活動能力 失去工作能力 失去你 例如踢球 打籃球的 興趣的事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你一定要去 去認識這件事 還要是你要好 比心地去處理 一定要知道是甚麼事 其實呢 過去之中呢 我們歷史呢 很多名人呢 其實都 都有中風 甚至乎這個林聰 他當年都是 不是 sorry 林聰啊 或者武武聰 其實都是 最終都是中風的 所以呢 就不要恃自己 我 大花錢 或者我 我 我應該沒事的 就去忽略這件事 其實中風呢 其實是一個 其中一個 我們全身性疾病的 一個反應來 其實 簡單來說 就是血管出問題 我們全身都有血管的 視乎你血管在哪裏出問題 如果你是心裏面 血管出問題的話 那就是我們平時講的 心肌緊失 那剛才 邵醫生都講過 如果你是腳的血管出問題 那就會有一個周邊性血管閉失 那如果你想腦的血管 這個是頭殼蓋 頭殼 你想腦的血管出問題的話 那沒有血到過腦 那就會有種風質問題 那這個我 我當年去心製的時候 唯一學了這件事 最第一件事我學的事 就是這件事 就是我們可以想 就是說 我們 整個人來說 我們可以想一層 是一個元朗的一個村屋 有三層高的 有三層高的 我們腦部就是 最頂樓 我們地下就有些水泵 是代表我們心臟 就是經過那些大血管 經過那些血管 經過那些血管 泵上去腦裡 所以任何地方 譬如心出問題 頸血管出問題 腦裡的血管出問題的話 那就會 沒有血到過腦了 沒有血到過腦 那腦的細胞就會沒有血到 就會缺氧 就會死亡 最常見的原因就是 當那些血管越來越窄 如果你有膽固醇 血壓高 或者飲食不好的話 就會慢慢 那些血管會積聚了很多膽固醇 一些我們稱為觸氧斑塊 越來越厚 這樣就會慢慢 將最後的孔越來越細 沒有血到過腦裡 那就出問題了 那這個是失血管的東西 那麼失血管 剛才說過 你可以在頸裡開始失去 去腦裡的血管失去 或者在頸血管失去的時候 有一粒東西沖上腦裡 失去腦裡的血管 又或者是腦血管 是開始薄弱了 那個薄弱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分兩個 第一就是說 你長期血壓高 血壓高到血管壁很薄弱 那就會爆了 或者是你天生的血管有薄弱了 最初只是薄弱的 但是慢慢就會起一個泡 剛才一位病友都說了 血管有個泡在那裡 這泡可能最初很小 有些人就會越來越大 有些人就保持著很小 我們就不知道了 但是如果越來越大的話 可能會穿 有一天 穿的時候 就會很多血溶去腦裡 就會很危險 所以無論是血管爆 或者是血管失去 都會引起中風 中風有什麼病徵呢 一般來說 半邊身 手腳沒有力 或者面部肌肉沒有力 或者感覺麻痺 或者言語不清 或者突然之間頭很痛 或者突然之間看東西看不清楚 很蒙 或者不知道為什麼 暈得很緊要 通常這些都會突然間出現 可能會有痛 或者可能沒有痛 也可能有些病人很不幸 就是睡覺期間發生 你完全不覺得 到你第二天 張開眼睛動的時候 才發現一邊身是動不來的 這也是有可能的 視乎你一天睡幾個小時 我一天睡四五個小時 可能有四分一時間 我就會 可能中了風我也不知道 如果有些人睡十個小時 很懶的 睡十二個小時 可能有一半機會 如果真的這麼幸運 中風 就是第二天睡醒才知道 我們 也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很多病人都問我 究竟醫生 剛才你說了這麼多個中風病症 我如果 手指尾鼻鼻鼻底 算不算是中風 其實 我告訴你 幾奇怪的病症 我們做檢查 最初不覺得它是中風 但到最後 也有些病人 少數病人 我們照了很多檢查 發覺原來真的是中風 最大的原因 就是如果看回腦來講 我們的腦 其實不同部位 就會控制不同的 會做不同的事情 有不同的功能 所以有些地方 可能病症 例如說 是很嚴重 例如有些腦 是要你做事 要你講話的 那你那個位影響了 你馬上講不到話 那當然就很明顯 但有些地方 可能是 注重一些感情 少少的 或者是一些創意少少的 例如我畫畫得漂亮不漂亮 如果那個地方受傷的話 你未必那麼明顯會知道 是不是中風 所以 中風的病症 可以很明顯 可以很不明顯 可以很獨特 或者很不獨特 我們有時候真的不知道 當然你說少少避 那些 或者你整天都發作 譬如我 我每天都被三分鐘 我這個情況 過去十年都是這樣 我想多數都不是中風 因為如果是中風 我沒有理由 整天都發作 到現在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就要看回 你的病症的特徵 以及醫生 一直觀察你 以及做一些相關的身體檢查 看看有沒有一些不妥的東西 我們覺得 懷疑你有問題 明白嗎 但是呢 歸納來說 我們香港那麼多老科醫生 都跟回全世界的那個文獻 就會覺得 始終來說 中風多數影響力 多數影響講話 通常都是一邊的 我們如果用一個口號 我們叫做譚少傭兵 我們發覺 根據這個口號 起碼八成的病人 他一定是 八成中風病人 他都會有 一個或者兩個 這一類 這個口號 所帶出來的病症 譚少傭兵是什麼呢 我想 我們過去那兩年三年 香港老科醫生 都在不同場合 盡量都是 所謂推銷這個口號 給我們的病友 譚就是最簡單 就是你講話 有問題 講話可以是不清楚 或者是你想講 講不到 或者是再特別一點 就是人家講話 你聽不明白 是吧 當然不是說 你你先生突然間不理你 他 你批准他 他不理你那些 那些就不計 是吧 但是最重要就是說 你突然間的訓言能力有問題 可以是口似不靈活 可以是此不達意 笑就是說 我們叫你依起彭人 的時候 發覺一邊面是不靈活 你都歪了 當然面歪了 可以有很多病癥 但是我們不想你去 去想一個簡單的面癥 就是我面麻痺而已 但是 你一定要來看醫生 是吧 用就是說 當你用手 或者用腳 是不靈活 或者是無力 或者是你控制不到 或者是走不到 那這個就是 用手 或者用腳的能力 那如果這三個問題 講話面部 一邊面 靈活 動不到 或者用手 動不到 你很大機會 可能是發生 一個急性中風的病症 特別是要突然間起的 特別是你以前從未試過的 那這個時候 就要去找狗兵 那香港當然就是打狗狗 或者是你很接近醫院的 你就馬上去醫院 就不要說 以前很多病人 上午起床已經覺得有問題 到晚上才來看醫生 我們當初要留在醫院當值的時候 整天都在八點多 九點多 所有病人都懷疑中風 一問他是什麼時候 今早起床已經是這樣的 那為什麼不立即入醫院 上午 他說 我等兒子回來 看看是否真的中風 是否真的有問題 或者我先睡醒 看看睡醒會否好些 或者我塗油 千萬千萬千萬不要 你先來醫院 等醫生去決定 或者你說 我不想煩 醫院很煩 要我等五個小時 你看你雙熟的私家醫生 特別是輕微的時候 你等醫生決定 是否 他會叫你去急症室 但如果很明顯 一邊身是完全不能動 就千萬不要等 不要叫他先睡覺 我有幾次 就是有些子女 他後來都很不開心 我都開戒 他沒辦法 就是說 他說 我爸爸媽媽 他平時七點鐘起床 已經在那裡逛逛 那天睡到九點 他都不起床 可能我覺得他累了 讓他睡多一會 睡到十點鐘 我都見他還沒起床 我去看看他 發覺他就動不了 那就不對 如果平時你發覺他 平時習慣常做的事 突然間好像不同了 你一定要去檢查一下 如果你覺得真的有不妥 你有懷疑你不清楚 送來醫院 等醫生去決定 可以是其他東西 可以是電解質不好 可以是血糖低 這些不要緊 這些很容易醫 我們很快讓你出院 但如果有中風 就要早些來醫院 你可能在報紙看到 黃金三小時 中風急救 要把握機會 其實三小時 三小時是相對性的 意思是你越早來越好 有些病人三小時之內 來到我們都沒辦法 有些人遲一點 我們都可以幫到他 還有我們很多時候就是 其實急性中風 很多時候跟腦癌症 差不多治療 你一定要 如果嚴重的時候 你保持呼吸腸通 打狗狗 來到醫院 我們就要看他 其實中風是甚麼原因 這個三小時 不是每個病人都可以幫到的 第一件事 他一定要先塞血管 我們講時間性來說 就是現在有些新的藥 我們是希望給一些溶血劑 如果這麼巧 是血管塞住了的話 是他比較早些來醫院 腦部不是傷得太厲害的話 我們會給一種很強力的 我們會用血劑 以前一向是用來 醫心臟緊失的 通心臟血管 我們現在用來通腦的血管 如果那個病人適合的話 我們用這個藥的話 可以多三成幾乎的病人 可以將來走得回 會不用人照顧 但首先一定要先塞血管 如果病人爆血管的話 沒有理由再被通血藥 如果已經爆了 你再被通血藥的話 那就還需要多幾乎前衝 所以你明白嗎 但爆血管不代表你不是可以慢慢來的 爆血管呢 你也是要早些來醫院 越早越好 但時間性是否三四小時 好過四小時 好過五小時 就應該是越早越好 但是不是這麼大分別呢 我們現在覺得呢 就沒有一個準則 但是呢 如果爆血管的話 我們就想做些肌 是吧 那我們可以控制一下血壓 看看是否要做手術 因為爆血管是很複雜的 如果我們要講完爆血管的話 我們要再 大家今晚就不要回家吃飯了 留到晚上我和你講 慢慢講完爆血管怎麼醫 但是呢 我們如果中風的話 你來到急症室的話 現在大部分的公立醫院 都會立刻幫你做一個 電腦掃描 那就會立刻看到是否血 血就是白色的 我們一定看到的了 除非少得很厲害 但我們通常 如果加上病人的病徵 通常都會知道是否是爆血管 那這個爆血管 我們就會看下怎麼做 跟腦外科醫生合作 都會收到急症腦 腦科病房去治療的 那這個失血管 我們要看看是 首先是否傷不傷 我們現在不是在教醫學生 我不知道是否有醫學生在 那就是這個腦部 是失血管的 是電腦掃描來的 那這個腦部 情況還是良好的 那這個病人 我們就會給 如果是三四個衝下室 來到醫院的話 計算他由病症開始 就不是說你發現他的時候 那我們會 嘗試給一個通血管藥 就希望通回他 那這個病人 這個病人就很難說 這個病人就很考 很考醫醫醫生的技巧 這個病人都是失血管閉塞的 不過其實他的腦部 已經傷了 都挺重要的了 如果我圈給你看 其實已經有些受傷的東西出來了 這個病人就是不適合給通血管藥的了 但這個我們需要一些有經驗的醫生 才懂得分 如果好像這個病人 我想就算你不是醫生 你一看就知道 其實這邊的腦 已經是傷了 正常的腦是灰灰的 不正常的腦已經是黑了 那這個病人是失血管的 但這個病人也不可以給通血管藥 給了之後更壞 因為會變得馬上串了 腦部會馬上爆血管 所以記住 中風盡快來醫院 分了是不是爆血管 分了是不是失血管 失了血管 我們醫生要看看 適不適合給通血管藥 籠統來說如果是失血管的話 我們如果給容血藥的話 通血管藥 大概有三成的病人就會得益 綠色這些病人就會進步了 將來可以自主生活的 有三個病人 三四個 可能因為藥物的副作用 就會很嚴重出血 而中間有一群病人 可能我們幫不到 他不適合用藥 或者用藥之後都未必幫到很多 所以你這樣看 醫生叫我來醫院 都沒有用 你未必一定幫到我 千萬不要這麼想 因為中風可以分成大中風和小中風 治療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大中風顧名思義 就是你腦裡的大血管 失了 通常是嚴重的 可以致命 還有會有一個很嚴重的殘疾 小中風就是 是一個小小小的血管的影響 它可以是 但不代表你 即入到來 我們可能都不會被用血藥的 但是呢 重點就是說 我們確診了你這次是小中風 就是說你有機會下一次有大中風 所以我們要找出你的原因 你為什麼中風 剛才我那張圖 有一個村屋的那張圖 就看看你是心臟有事 頸血管有事 還是腦血管有事 還是你糖尿很差 你控制不好 我們呢 重點就是說 知道是小中風的話 我們是很需要 要 在完成了急性治療之後 我們要確診你的中風原因 還有呢 我們要給你做迷你治療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接下來會說 就是你如何去預防下一次再中風 是吧 有了一次中風之後 不要說有了 我經常說 不可一不可再 不可以 就不是可一不可再 你不可以中風 你不可一也不可再 但如果這麼不幸 你真的發作了一次的話 一定要盡力 無論你也好 醫生也好 要防止下一次 因為下一次可以很嚴重 又可以很輕微 但我們最重要 我們不知道 那如果說 你問到醫生 即是我們說到 口都難了 就是說 怎樣去防止中風 有危險因素 控制危險因素 有一些是平年紀 家族遺傳性 這些改不了 除非你 就算你不認他是父母 都沒有辦法 因為他已經把基因傳給你了 你說其他原因 比如說高血 膽固醇 食煙飲酒 這些可以改 但是呢 你要去改 但是呢 我要說的另外兩件事是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就是心防戰動 心防戰動基本上是 有大概四分一至三分一的 就是我們全部的腦血管細 都可能有關這個事的 那麼心防戰動很簡單 這幅圖看到了 我們正常的心 就是一下一下跳的 那麼如果 駁心變圖呢 就會看到 跳一下 跳第二下 如果心防戰動 你發覺呢 你的底線是在一陣子的 那 這樣就不平穩 其實 心臟跳得不好的話 可以有很多原因 有分心上 心失上 心失性 其實 太複雜了 那 你不需要知道 總之你如果覺得 你的心跳得不平穩 你的心會暖跳的 去找醫生去看 去看出你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你會覺得 有心跳的情況 那麼 我簡單 因為我 時間關係 和我不想令你混淆 其實我簡單說一下 心臟的功能 其實我們 心防 就會先 撕一下 將血撕到心室那裏 然後 心室呢 再撕第二下 然後將血泵出體外 那麼 這兩個動作 是很有規律的 就是一下擠一下泵一下擠一下泵的 那麼在正常情況之下 那些血就走得很順暢的 但是如果在心防戰痛的病來講呢 因為他呢 就不是一下跳了 那個心防 就會好像抽筋那樣 震一下震一下震一下這樣 那些血呢 就不是走得很順的 那麼 那那些血走得不順的話 就會停留在那裏 那停留在那裏 那好像雞紅豬紅那樣 就會有些 形成一粒粒血塊這樣 那一粒血塊呢 就很不幸 有時候會衝出體外 會失血管的 我稍後有一套片 會給你們看 那這個原因 為什麼會有心防戰動呢 其實最簡單的原因就是 你年紀越大了 年紀大了 那個心腦一來呢 有時候就會跳得不太好 這個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有些其他因素呢 會增加心防戰動的危險性 包括說 你有高血壓啊 你有心臟病啊 或者你糖尿病這些問題 所以你說 怎麼去發現這件事的話呢 有沒有心防戰動呢 那其實 最多病來說是沒有任何病症的 當然你如果有些心不舒服啊 頭暈啊 心口氣氣速啊 這些都可能是 你一定要去檢查 那 心防戰動 我們已經知道 一定是容易引起中風的 那 中風的機會呢 是有七倍那麼多 如果你有心防戰動 你增加心臟失血管 對不起 增加心臟有血塊 又衝出體外 令到失腦血管 的機會是多七倍人氣中風 那這裡就說 就是了 好像有個心臟裡面有個血塊 跳得不好 那它就會衝上腦那裡 我們呢 去 去 去 預防 這個 由心防戰動引起 中風的 用藥呢 我們主要靠用藥 我們主要靠 以前來講 我們一直來講 都用這個薄血藥 傳統的藥 就叫做 華法靈 那 以前呢 就一向都覺得 食啊 一些抗血小斑藥 比如說 阿士匹靈啊 或者這個六比多 都可能幫到一些 但最新的 這些數據呢 就顯示 其實這些都是幫不到的 其實我們呢 一定要是要用一些 叫做 薄血藥的藥 那 以前呢 就一向都只可以有一個選擇 就是叫華法靈 但是呢 近這兩三年呢 我們多一個選擇 就是新一代的 口服抗型血藥 那 市面上暫時有兩 有兩 兩種 接下來會有第三種 那 那這類藥的好處 的 的 的什麼好處呢 就是呢 它相對來說呢 你以前 如果聽人說吃薄血藥呢 就經常抽血啦 經常要戒口啊 就很容易會跟其他藥物相撞 那這些新一代的抗型血藥呢 通常來說 就會是 藥性比較穩定些 不需要戒那麼多口 也都是 要注意的藥物 就 數目少很多啦 都有些藥要注意 但就 不是說撞得那麼緊要啦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說 它那個 能夠防 防止全身 防止這個中風的效力呢 其實跟這個 跟這個傳統的華法靈呢 是非常之相似的 大家的效力基本上 基本上現在是當是一樣的了 還有呢 它引起 那些出血的危險性啦 譬如說你腦裏面中風 腦裏面爆血管的機會率呢 就少很多 譬如這裏這樣說啦 如果用著華法靈的話呢 因為 教薄血藥的 教得沒有那麼好的情況之下 那這些血太細 令到腦出血的機會 有成0.38%的百分率 每一年 但如果是吃一些新一些的抗型血藥的話呢 薄血藥的話呢 因為它弱性比較高 有平穩 那它相對來說呢 就不會起伏得那麼厲害呢 它出血的機會呢 就少了很多了 只有0.18% 每年來講 明白嗎 所以呢 現在我們是很鼓勵病人 一定要去查一下 你自己有沒有心房戰鬥 然後跟醫生商量一下 你哪吃哪種藥 就是對你最大的幫助 是嗎 那我們診斷這個心房戰鬥 其實很簡單 其實做一個簡單的心電圖 還有看回你的病歷 其實已經知道你有沒有了 是嗎 基本上一個 我們普通家庭科醫生 都可以找到出來的了 記住 你是不是有中風危險性 你用哪一種藥是最好 哪一種藥對你講 庫狀最少呢 是個個人都不同的 就不可以一概而論的 就不一定說新藥好過舊藥的 其實去到腦裡 就要經過頸 那些大大大大血管 很重要的 如果你經常捏這條頸 有些人 見襯衫後緊 就會暈 不夠他上腦 其實我們現在 就很容易 已經可以診斷到 這個有沒有這個血管核窄 我們又可以用超聲波 或者用這個病人的例子來講 用一個電腦掃描 白色這條就是血管 正常應該這麼粗的 去到這個位置 你見到你紮了 只剩下大概兩 百分之二 二十的闊度 去過了這個客閘位 又變回正常 那這個位置其實就會 增加這個病人的中風機會 那用一幅圖去解釋 就是說 當你的血管紮的時候 那些血管走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會快了很多 噓噓聲地走 那有時候會衝脫了 斑塊的碎片 衝上腦 那這些碎片 有時候會跟血液走 就會失去腦血管 好像這樣 如果這個地方 有一顆東西 塞住了 衝上去 會有機會衝上腦 是吧 像這幅圖這樣 塞住了血塊 再衝上腦 那 很視乎 入了腦之後 塞到哪個位置 如果血塊 是卡在中間的血管 很大條塞了的話 它中風範圍就會這麼大 是吧 但如果它 塞個比較遠一點 小一點的血管 它的中風就會小很多 所以 腦頸血管 閉塞的病人 它的中風可以很嚴重 大到這樣 又可以很小 小小顆 什麼情況都可以的 那麼呢 我們傳統的方法 就是用這個 頸動物內膜 剝離術 即是開刀 將一些不好的血管 裡面的斑塊 就剷走它 那麼 科研那裡已經證實了 它能夠將這個中風的機會 由兩年之內 百分之二十五的危險性 減到百分之九 那麼這個是已經知了很久的了 那麼 手術方法呢 就是開刀 我們要開開 一個頸 血管 然後就將裡面那些 不好的東西 就好像這幅圖 那樣剷走了 然後分開了血管 那這個剛才說了 它可以大大減低那個 中風機會率 減相對來說 減65% 那問題就是說 不是個個病人 都適合做這個開刀的手術 譬如這位先生 這麼年輕 他做當然沒有問題 他可能做完之後 還到處給人看一條蠟 多有影 那條蠟 多麼長 但如果是一個比較年紀大些 或者有很多 其他身體問題的 或者是老婆婆去做呢 我們會覺得 有少少擔心 究竟他能否承受到這個手術呢 那其實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在一個 如果是一個 屬於低風險病人 去做這個 頸毒脈磨尼手術呢 那個 手術風險呢 相對是低的 都是說的是 1-2%左右 但如果是一個高風險 高風險包括什麼呢 譬如有心臟病 他有肺病 或者他年紀非常大 那去做這個 這個磨尼手術的話 他的風險相對是很高的 可以去到7% 的手術期間的風險 那我們呢 近這10年呢 都會考慮一下 開始研究一下 用這個 都不是研究的了 就是 開始用這個 所謂通波制的方法 用一個 微 微創的方法 去幫他做 最初就會覺得是 這樣應該會比較安全 但是呢 最初的資料 發覺呢 反而不是的 反而呢 如果你用微 微創通波仔走 去通過頸血管閉塞的時候 最初 比如說十年前 發覺 去手術期間出問題的機會 是比開刀更多的 原因為什麼呢 就是說呢 好像這幅圖告訴你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去 有個頸血管閉塞的時候 我們要通過的時候 一定要放一條喉 過去 然後呢 用個波子砸開它 還有再放一個支架的 那麼這個期間呢 就會有很多碎片走出來的 這些碎片呢 在以前呢 就沒有一個方法去防 防止它 那麼它就會 這些碎片會衝進去 老了命的血管 那麼所以手術期間 通完波仔 是可能有十個病人 比如十個人去做 可能有一個病人出來 就發覺 在手術期間中了一封 所以以前呢 十幾年前呢 我們是 如果病人 沒有病沒有痛的話呢 我們是要去開刀做手術的 除非去開刀 是很高風險的 我們才冒險幫他做 這個微床手術 但是近這幾年呢 我們開始有一個 新的發展 我們叫做保護裝置 其實簡單來說 就好像一個網 一個燒機 之類的東西呢 就 剛才我一幅圖 就是這些呢 有些網的東西 裡面呢 有些很多細細細的洞 那麼呢 就給 給 給血過 但是不給碎片過 那麼希望呢 就我們在 做 讚波仔之前呢 我們先擺了這些 保護裝置 然後才讚波仔 那麼如果它有碎片的話呢 我們就希望可以 隔了它 那麼可以大大減 減低手術期間 引起中風的機會 那麼它有市面上有很多不同 不同種類 那麼我們 這個其中一個 那麼 那麼 那個做法就是 譬如這裡有個頸血管 客窄 我們就會 用一個微創方法 就擺一個導管去到頸血管 然後用一個很小的鐵線 那 那麼 那個 那個 喉呢 就會在一個大腿血管 進去的 那麼我們醫生就在很遠的 慢慢調整個鐵線 又穿過這個窄的地方 又打開了個保護傘 然後我們才用一個波 撞開它 那麼看到那些碎片呢 我們就希望可以 隔出來 那麼 那麼理論上呢 就大部分都隔到的 那麼 那麼有時候隔不中 有些細的呢 就隔不到 但是細的沖上腦呢 未必有很大問題的 那麼 那麼所以我們不能夠完全減 將這個手術期間 引起中風的機會呢 減到零 但是呢 就相對來說是低了很多 還有呢 出問題的機會都少了 那麼有一些研究呢 就已經是研究過 在一些高 高危病人做手術的 譬如說他有心臟病 有肺病的病人呢 你走去 將一部分人做開刀手術 做這個手術的 就是頸動物內膜 剝離手術 另外一批病人做頸動物 支架支入術呢 你發覺在高危病人來說呢 在三十日之內 發生中風呀 死亡呀 或者是心臟緊失的機會呢 做支架呢 是少於做手術很多的 因為呢 他不用太多心肺負荷 是吧 那我們 在三年前呢 有一批 在英 在美國醫生呢 就做了一些低風險病 就是說普 普 普通人 譬如說我 我又沒有心臟病 又沒有肺病 那我照樣做 這個 我有頸動物的核擲 我照樣做通波仔 是不是都一樣有得益呢 那麼這個研究呢 就是在新英倫 英格蘭醫學 雜誌上發表了 就發覺,即使是低風險,因為現在,我們做通波仔的時候,都用了很多保護裝置, 就發覺,以四年來計,他們中風加死亡,主要的風險,其實,無論是做手術,或者是做通波仔,是差不多的。 所以,現在來講,通波仔的病人,其實就是,無論是高風險,低風險,都可以考慮, 要視乎你本身的病情,還有你自己,有一件事我們會看,就是,你的血管是否軟了。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我們做這個手術,是要在大腿那裏,放一條喉,一邊上到主動脈,然後轉彎上腦頸血管做手術。 所以,在這個,我們叫做主動脈弓這個位置,就很重要了。 因為有些病人,因為去年的月大,或者他有長期血壓高,這些主動脈弓就會很軟的。 那麼,我們做醫生,想幫你通波仔,擺一條喉,我們上一條喉的時候,就要轉這個彎了。 那麼,這個彎,就很容易轉了。 如果這個彎,就好像一個,一髮夾彎,一個180度轉上去,那就困難很多的。 那麼,這類病人,我們就會,可能跟他講一下,可能我們要考慮一下,用其他方法。 那麼,我們一定要詳細看過才知道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說,如果真的有一個中風,輕微中風, 你一定要知道原因是什麼。如果是頸血管閉塞, 那麼,做手術,還是通波仔呢? 就要看回你自己的情況,跟醫生商量。 好嗎? 那麼,這個是一個病人。 那麼,他也挺軟的,那些血管。 那麼,你看到血管很窄,是嗎? 那麼,我最後幫他用讚波仔, 最後通波,通得很漂亮啦。 好了,那麼,我今天講三個題目,就講完了。 希望大家記得啦。 謝謝大家。 有問題嗎? 是。 是。 醫生,我剛才說,腦中風,腦的血管是塞的。 我兩年前,在麻辣院照電腦掃描, 他就發現那些微絲血管塞的。 那麼,我有了糖尿病幾十年, 我吃了一些阿士北寧,血壓抗, 膽固醇軟那些。 那麼,如果只是那些微絲血管塞了, 會不會做中風呢? 微絲血管塞就是中風來的啦, 不過就是小中風, 即是細血管塞。 所以我們的重點就是用通血管藥, 即是抗血血管藥, 以及你要控制你的血壓, 膽固醇那些。 不是,那麼那個醫生, 照了之後, 他就沒有什麼跟進, 叫我繼續吃那些阿士北寧那些東西。 那就是啦。 阿士北寧就是抗血血管藥, 對的啦。 我已經吃, 未照這個腦, 填腦掃描的時候, 我已經吃了十幾年了, 阿士北寧。 這個是另一個好問題來的, 就是你在吃藥, 都有一些輕微中風, 是不是應該多吃一些藥呢? 其實是很複雜的, 要看回你的情況啦。 有些病人可以, 我們醫生會選擇幫他轉藥, 或者是多吃一隻藥, 要慢慢談啦。 但是,如果只是微絲血管呢, 是相對低風險一點的, 但你都要控制好一點自己的其他危險因素, 明白嗎? 多數不用再照的啦。 好, 我們有兩條問題。 這位呢? 是這樣的問題, 那些心路沒有了那個洞。 很想看下。 什麼樣子,其實是看不到啦。 在吃Pravix, 近來純粹講的感覺, 覺得好像有一個心的存在, 我感覺上, 你的器官在裏面, 不應該感覺它有一個器官, 現在就有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感覺那個心好像存在, 那會不會是, 我應該先, 即是一個sign, 我應該跟醫生, 下次見醫生, 我要跟他談, 還是... 一定要, 你是屬於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這個病有個中風的原因, 在心裏面有個心漏, 這是一個比較少, 罕見一點的原因, 但也是我們最近開始注意的原因, 治療方法很特別的, 大部份病人都不關, 都不會受影響的, 你一定要找一個專科醫生, 心臟科和老科跟你跟進, 是... 醫生你好, 你好, 剛才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聽你們說, 缺血性中風, 很多時候都是血管有問題, 有東西塞住了, 令到血流動得沒有那麼暢順, 或者有時候會缺血的, 那我想問回人體本身, 會不會有一個機制, 會去到沒有那麼嚴重的時候, 會幫你清走那些阻塞物, 或者會不會有些... 不要說是藥, 有什麼食物呢, 可以幫助你的身體, 去促進到你的人體的能力呢, 可以自己, 可以消除到一些阻礙物, 或者斑塊的存在呢? 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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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解釋, 坊間可能有些人說, 你吃得健康一些, 會減低這些斑塊的積聚, 你可以消除那斑塊, 暫時是沒有的, 形成了, 就形成了的了, 你只可以控制它, 讓它不要再惡化, 或者令它穩定一些, 是嗎? 坊間也有些中草藥, 可以有活血, 稀色藥物的成分, 我們不建議用, 因為最大問題, 我們任何薄血藥呢, 最重要就是你要控制它的份量, 你的藥性要穩定, 中草藥有時候最大問題, 你的藥性不穩定, 如果你的薄血藥太, 藥力太強的話, 會引起出血, 爆血管的機會, 如果藥力不夠的話, 你防止不到中風, 明白嗎? OK, 我們不夠時間了, 我們完了之後, 你可以再問我, 好嗎? 謝謝大家,